Hello 大家好,又來到足球冷知識 這個系列主要講一些比較特別的足球資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剛剛歐國盃就曲中人散 而下一個國際盃賽 就是夏年在卡塔爾舉行的世界盃 而講到世界盃 大家一定會想起那個冠軍獎盃 大力神盃 但原來大力神盃的誕生是源自於另一個獎盃 而這兩個獎盃有什麼關係 他們又發生了什麼意想不到的事呢? 我們今天逐一揭曉 那一切都要從1930年開始講起 第一屆的世界盃在1930年正式開幕 世界盃之所以能夠成功舉辦 當時的國際足球協會主席雷米功不可沒 而為了紀念雷米對世界盃的貢獻 所以當時的冠軍獎盃就叫做雷米金杯 而這個獎盃是由法國雕刻家Abel Lafleur設計的 高35厘米重3.8公斤 而獎盃是由純銀杜金造成 底層就是由青金石製成 絕對是價值不非的 而每一屆拿到冠軍的國家和年份都會印在獎盃上 而根據當時國際足球協的規定 一個國家如果第三次贏得世界盃的話 就可以永遠將獎盃具為己有 而第一支國家隊能夠做到這樣的成就 就要數到1970年的巴西 所以經過了40年之後 雷米金杯最終落到巴西的手裡 而自此之後雷米金杯就正式完成使命 而後來國際足球協也開始公開招標設計新的獎盃 最終由意大利的設計師 Sylvio Gassaniger的作品脫穎而出 而整個設計是由兩個大力士雙手捧起地球 所以就叫做大力神杯 獎盃是由18K金製造 高衣16.8厘米重6.1公斤 而底層就是由兩層的綠色孔雀石製成 直徑13.1厘米 而同雷米金杯一樣 每一屆的冠軍和年份都會印在獎盃上 大家看到這裡一定會有疑問 如果不夠位印那怎麼辦呢 所以大力神杯和之前的雷米金杯一樣 都是會退役的 但是不同的是現在的大力神杯就沒有以前三次冠軍 就可以永遠保存的條件 相反冠軍的隊伍就會得到一個同制度金獎盃代替 而國際足協已經表明大力神杯的擁有權是國際足協 換言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永遠保留大力神杯 至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決定呢 原來在1966年的時候就發生過偷杯的事件 當時第一代的獎盃雷米金杯在英國倫敦惠里公會中央禮堂被人偷了 之後奇蹟地被一隻叫做Pickels的狗仔尋回 但是就騙運未止 在17年後的1983年 獎盃再次被人偷 當時因為巴西已經贏得三次世界盃 根據規定可以永遠保存雷米金杯 而在1983年的12月 四個男人闖入了巴西足協的總部 趁著沒有保安的時候 偷走雷米金杯 至今獎盃仍然是未找回 普遍認為獎盃已經被人用了和賣走了 而國際足協知道了之後 也都誠意拳拳 特地做回一個雷米金杯的仿製品 在獎盃被人偷了的一年之後 送回巴西政府 而這個雷米金杯的仿製品 更加在2014年的世界盃舉行期間 被著名的體育頻道ESPN 用來拍了一套叫做Mysteries of the Remed Trophy的紀錄片 裡面詳細說回這個獎盃的歷史 而至此之後 雷米金杯的故事就在這裡結束 他一生都會在巴西永存 無論是雷米金杯還是大力神杯 無論這個獎盃是由哪一個保存都好 獎盃的價值由始至終都沒有減低過 因為他代表的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勝利 因為他更加代表一個時代的歷史見證 今集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我們會有很多足球的資訊 和大家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